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从Google到腾讯副总裁 又从腾讯又回到Google 那您现在的人生定位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做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 比较早期项目的这么一个风险投资的基金 然后同时辅导一些年轻人创业 您自己不是本来是个理工男吗 您是搞什么语音识别 或者是翻译这些东西 那这条路你不走下去了 这个就要说到另外一点 中美教育又是一个差异了 就是在中国学科分的我觉得太清楚 就是说一般给人贴个标签 你是学文科的学理工科的 那么在美国比较强调通才 那我讲我两个朋友的例子 一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一个教授他在做生物上得了富兰克林奖 这是美国科学的一个基本上最高奖了 他原来学什么呢 他是原来耶鲁大学学英文的 今天还是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 同时还在做 后来改学计算机 就当计算机的教授 当了几年以后就觉得 用这个计算机技术去解决这个生物问题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做那个 就是我们DNA解码程序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因为这个得了那个富兰克林奖 那个叫做萨尔斯伯格这么一个教授 那你就你看又去搞生物去了 这个我们就感觉匪夷所思 学英文的纯文科生 学计算机搞生物 然后后来呢 搞完生物以后 他又最近又从生物又转回到计算机 所以这种在美国 我觉得还是蛮常见的 这种 咱们老说那个不熟不作呀 或者什么树叶有专攻啊 这些老理都不讲了吗 现在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 在这个信息社会 你获得信息很容易 过去基本上 师傅传途里 你就是师傅有多大本事 你接受多少 然后再看到你的物性 看能不能提高 现在因为这个 而且这个学科 有时需要那种交叉交融 对 李静怎么说 我听这个 吴老师不也聊过吗 就是在清华 虽然是在用我们的传统的观点看 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男 但是吴老师比如说 从小也看很多小说 接受这种教育 我就想起来就是 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老说国外大学 它是一种通识吗 他那个本科生是要 一个一个通识教育 就是你关于哲学 关于文学 他还是说要成为一个 一个有素质的一个人 所以我是觉得 他保持一个 一个是研究的一个态度 对世界的一个好奇心 他对一个人性 有一个好的理解 所以我是觉得 其他的就是一些 技术性问题了 就是通俗讲 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了 你有一个研究的一个兴趣 然后又有研究的手段 我觉得剩下的 就是一个等待一个结果 那反过来讲 我就记得以前 我们就是记者采访过 一个篇文章 我当时看的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那个复旦大学的 把他同宿舍的那个人 给投毒毒死了 还记得吗 就放那个 他 然后很多人去采访完了 就是找不着答案 他也没有愁啊 也跟他没有任何冲突 然后呢 就是到现在 就是没有人能找出 一个明显的一个因果链 就是说我是跟你 有什么样的情感上的 这个恨你 还是没有 他说我就是想知道 放进去之后 他会怎么样 然后我看我们的同事 就是采访他的律师 他律师讲了一个戏球 印象特别深刻 说他现在不是还在监狱里吗 他现在是等着那个生 复合 死刑复合 然后在这段期间 因为他也没有别的事情了 他看了大量的小说 然后以前说 律师见他的时候 他都是木讷的 他表达不出来 就是好像我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会影响这么大 我只不过想试一试 这个药有怎么样 就是你发现他 他当然是一个学习 很好的一个学生 你就会发现在那种的教育下 就这种单一的这种 这种以成绩为目的的教育下 一个学生会 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极致了 然后在这个监狱里 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之后 律师在发现 你在跟他交谈的时候 他变了 他会掉眼泪了 他说我对不起 那个被我毒死 那个叫黄阳 然后说我之前 我这一辈子 就是到了复旦 去读研究生之前 我这一辈子 只读过三本小说 其中一个 还是钢铁怎么练成的 就是他没有对人的 人性的认识的感受 所以我从这一点 我就特别感慨 这个你说的好 这种教育上的 对 我觉得你看 我就想这大学 本来去掉一个横 它是个人学 但是咱们给他 加了一个横梁 把它变成了一个 好像一种大学 其实看来 我觉得其实不管文理科 对 你看这两天 咱们聊下来 我有个事情 越来越清晰 就说这个知识 不能靠着课本这么教了 因为你看 从理科来讲 知识更新换代这么快 几年之后 还得靠自我学习 我跟你说文科 都好比说 我们学新闻的 我跟你说 那早更是九孝云外 我们当年学的是 无产阶级新闻学概论 那玩意儿就是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用 那但是呢 我记得就是说 你在大学这四年 如果学生能在图书馆 协会 跟教授的交谈 课堂的辩论 自由的思想 或者写作投稿 他度过这样的生活的四年 他成为一个喜欢自学的通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是个拳户人 对 他是个人 有情感的 有情怀的 或者甚至 就您像说 美国这大学 我甚至我能够为世界 做些什么 他能够有这样一种 万丈雄心的 你看他们经常说 唐朝人 你看唐诗里边的这种 豪气 豪气 那么男儿和不带无钩 收取观山五十周 他那种仗剑千里的 这种情怀 其实大学里边 要培养出这种牛犊子 我觉得这社会有希望 是 是吧 但是现在咱们好像 给捆上了一个加索一样 现在是 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以后可能会慢慢显露出来 就是今天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你会发现这么一件事 就是美国 比如财富五百强的这种大公司 我们说百联脑店 其实寿命只有38年 比我们的人的寿命要短很多 我们今天60岁的人的 生命预期是80岁 大学生我估计都是90多岁 这个90多岁 是他这个38年的大概快三倍了 那这个就是你哪怕你创造一个开创一个行业 38年就没了 你将来怎么办 所以那个这个整个我就是说 学习的这个能力 以及这种情怀 然后人文的素质 这些你要陪伴他90岁的 这个 这个还真是 就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 过去我的一些想法 就属于是不是已经老化了 就是你比如说 好比说跳槽 现在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还感觉还是有一定的 道德压力 这种压力的 那照您这意思 未来世界 这跳槽就应该成为一个随机应变的 很积极健康的一种观念 一个是说 因为这个行业很快可能不存在了 对吧 你可能就是通过这种跳槽 这种形式 你加速它的这个被更新换代 被替代掉 这其实对社会来讲 资源释放 然后重新那个让新的产业能走得更快 从整个社会效益来讲 这首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你就说那个硅谷就是不保护什么公司的 不保护 不扶持什么也 就自生自灭 对 很多大公司里比如很大 像那太阳公司 那几万人 对吧 那么然后呢 被甲骨人并购以后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大量的人失业 那失业就失业了 有本事的人 重新呢 再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又找着工作 不行的人 那就被淘汰掉 就去了其他的州 那他们不搞些什么群体骚乱事件吗 总体来讲呢 这个又讲到美国另外一件事了 就是说这个加州这个地区了 他实际上美国一直是两种文化的那种 就是叫什么一种对抗吧 一种呢 像加州这种就是自由主义 他尤其呢 就是左派主义 比如保护劳工 这种呼声是有的 还有另外一派 你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加州出了三任总统 就是一个是那个胡福 就是把经济搞了一团糟 这个总统 后来一个很有名的 就跟中国建交的尼克松 还有里根 这三个人都是非常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加州这地区起来的时候 他是那个就是大家逃军者 也没什么外界可依靠的力量 然后就靠自己努力 然后从一个很小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手工的这个作坊 哎弄出一个大企业 他是这样有一这样一种 就是说起于贫困 靠自己努力往上走的 这样这样一种文化在这 和一种影响在这 所以呢 他觉得说 我自己解决我的问题 我不找政府 这是一件荣耀的事 我什么东西都要去抗议 要就是说干诺维这种 这个人下人事件 很可耻的事 哎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还发现硅谷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吗 对我也看过 因为我对那个埃隆马斯克特别有兴趣 一个是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你知道他让我想起 以前看过的那个奥斯卡 得没得奖 就是那个蒂卡普里奥严 那个飞行家 哦 他是一个偏执狂啊 我就要制造飞机 我就要飞 你看周围人看都是一个疯狂的 不可理喻的人 但是他确实成就了一些事业 那个叫修斯 那是美国历史上 很有名的 然后那个蒂卡普里奥 对对对 强迫症 他演的也很好 把那个歇斯底里 那个解释疯狂 我记得有一幕说脱光了吗 在那个里面 你这个埃隆马斯克 我就不知道 我就老想起他来 你看他发射 他就每天想着 我要做改变人类的一些事情 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 你没有任何政府背景 你没有那么大的强大的资源 我去想火星移民计划 你就觉得这不是一个痴人说梦吗 还要做一个通道到 通到中国来 就是三倍的光速的 他不是先是说是在加州 是在洛杉矶和 做实验 那是做实验 然后最终说 时光胶囊 类似于 对对对对 然后通到北京 那只要大概两三个小时 现在还在 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 一个商业计划 但你看他那个世纪之后 我今晚会觉得 哎呀好像真是叫什么 肾上腺激素 就飙升了 你真会觉得 人类需要这样的一些英雄 他是有点像工业时代的那种英雄 就是像这个修斯 瓦特这个 对 他是这一类的 就有点古典主义英雄的那种 那种气概 所以我是觉得 你看也讲到 刚才吴老师讲到 要宽容失败 你看他这个XSpace 这个公司 发射一次失败 两千万美金 再发射一次失败 没有人敢投了 然后他的那个搭档 最后叫 比德蒂尔 说我还是给你投 然后后来 当然成功了 人家就问 你有什么秘诀 你为什么敢投 他说 没有人跟我竞争 就是没有人敢投他了 所以我自然就是我投他了 那他们不心疼钱吗 是这样子 美国的财富观和中国又有一点小的差异 我们都知道 比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他捐掉好多钱 是这样 几个 就是说 第一个 他们普遍有一个认识 就中国 我们一般觉得把钱该存给留给孩子 好吧 他就说 巴菲特 这个孩子有了钱是为了让他能够做一点点事情 而不是为了让他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他的观点就是说 你留太多钱给孩子 孩子又什么事都不做了 反而害了他 他比如自己想成就一番事业 需要一笔钱 那我就留这笔钱给他了 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我做一些就是那个有利于人内福祉的这么一些事情 你说你在硅谷有没有碰见这么一些疯子 他讲一些个狂想 你比如你有你的一个基本的学术的水准 你可能觉得他完全胡思乱想 你会不会笑话这种人 这说起来就是说讲Google的这个共同创始人 那布林当时就是这样 我刚到那时候 那时候有这么一件事 他给我们发邮件 说我一个朋友讲 说如果这个将来图像识别 过去都是我们输入一个关键词 对吧 图像图形做一个匹配 拿到 比如说我要找这个习大的图片 把这几张图片拿 他说能不能拿这照片直接找 那时候这件事很难的一件事 因为为什么 以那时候技术 这人脸只要转过来五度 就识别不准了 只要五度 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说 不是很好办 他就去做调研去 然后说用这个3D模型 具体的技术系统会讲 可以可能做 这一做做了差不多10年 做了不到10年 大概8年吧 这个产品才上线 那个中间也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 就是说这个事情确实是实现了 实现了 但是确实过去来讲 这有点天翻夜谈 当然布林这个人 还做了更多天翻夜谈的事 比如说我们知道 Google眼镜 无人驾驶汽车 包括Google当时街景地图 都属于这种 Google眼镜最新的用途是拍AV 我那天看见一个电影 好莱坞的一个电影 这有可能吧 比如说把全世界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监控头啊 如果都上网 那么根据一个人的图片 一下子在这个人在全球 就能把这个人的人群 茫茫人海当中 就找到这是可能的 他不就叠中叠吗 这是可能 这是完全可能的 找到那个女的 是吧 不但是这个图片可以 就是理论上来讲 就是你一打电话 那个根据你的语音的识别 和你声门的识别 能定位你现在在哪 太可怕了 国官局高兴了 我们以后 你不是在看那个1984吗 一个brothers watching you 全被控制啊 这个确实是这个 就是说大数据 这个引发一个 这个就是说 隐私的这个这个忧患 这确实是这样的 对呀对呀 而且你看你刚才讲的 这个发邮件 我想起挺有意思的事 你在腾讯做副总裁 对 这次中美这个论坛 咱们那个那个互联网 那个办公室主任 卢伟啊 卢伟 我对他有意思 我发现他说啊 他说我跟这个美国人呢 就只是半天 他们也不能明白 微信到底和WhatsApp 有什么不一样 就咱们这个微信 和WhatsApp 和Facebook 有什么不一样 你能解释清楚吗 Facebook基本上是 上一代的一个通信产品 那么PC上的了 在我们大家都用手机的时候 如果他还是原来那个产品 就基本上没人用了 所以呢 他就买了 花了190亿美元 买了一个 只有一百人不到的小公司 就是这个WhatsApp 然后买了他以后呢 他做的功能呢 其实李克认为是一个国际版的微信 但是呢 有几个比较大差别 就是说 这个公司在很小的时候啊 只有十几个工程师 还有一半是做前台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小规模的时候 这个产品上 好多功能都来不及做的情况下 他就支持20种语言 所以从很早开始 他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而且多余种的这样一个公司 这是一个跟微信的一个细微的差别吧 总体来讲 他们都提供一个 我们人及时通信的这么一个功能 第二个差别呢 就是他和那个 因为他这个整个团队啊 是一个国际化团队 就是世界上各种各样人都有 所以他和现有的 类似的通信产品 比如说Google的邮箱服务 或者和其他的一些 原来Facebook的一些通信产品的这些 在习惯上呢 更一致一些 这导致了他在做全球化的时候 比腾讯的微信做的容易 那腾讯的微信 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用会碰到什么问题 腾讯的微信呢 在开始了几年 或者说一年多时间里吧 就是对全球化市场的关注度呢 会非常低 是比较低的 历史上是这样 因为呢 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于说 优化 根据中国人的习惯 优化某一个细节上去了 那么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很快 很多时候是先入为主 尤其像这种社交产品 当你的朋友圈的某个人 比如多用A产品的时候 B产品你即使功能再好 那你也很难进去了 所以你看我就听他讲这个 我就想就说硅谷这个 这个万丈雄心 还有什么呢 国际视野 别看十几个人的小公司 一开始他这个定位 就是全球 所以哎 这个特别有意思 因为就是听说这个马化腾嘛 在咱们这就算是前卫了 是吧 听说爱发邮件 你知道吗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亲力亲为啊 这部下在研发过程当中啊 发邮件 可每过两个小时 或者是到凌晨三四 夜里 夜里十二点以后 夜里十二点以后 三四点钟 马化腾 啪一个邮件就回过来 这是个微信 怎么怎么改 你知道我就想起啊 其实就像中国的老工匠 你比起 你看他这个 WhatsApp这种啊 他们也许没有微信 那么样的体贴完善 但是他一开始 他就先打全球所有的语言 他就已经一个 一个全球视野 但是你看咱们这个 他还是像一个精工制作的 我把我的打磨的呀 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把它打磨的越完美了 你让你到韩国用用 让你到日本用用 可能你这个需要调整的东西 就会更大 他就是文化的因素太多 以至于他可能是 不容易适应第二种文化 再打一个比方 这是一个奥斯卡 那个评委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 几年前有两个 中国很火爆的这个影片 一个是让子弹飞 对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吃币 这两个呢 在美国票房都不好 尤其是第一个 让子弹飞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太多的 单一的文化的这个元素在里头 我们自己看起来觉得很舒服啊 这个 但是你美国人看不懂 美国人看不懂 那么后来我又说 那这个吃币为什么这不好呢 你看也是个爱情故事 蛮好的呀 他说你不知道啊 你说这个东西跟你们平时这个报纸上讲的东西啊 都不一样 如果没有人了解2000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没法看这个吃币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强调的是大一统 嗯 报纸上都是这样子 那时候你看看 曹操是朝廷的军队啊 跟孙权讲 咱们统一吧 挺好的事吗 这个哎 一定还要 为什么这个两边要联合起来 这个叫要对抗这个朝廷 所以这个背景没有人看得懂 他说你看呢 美国这好莱坞的片子啊 有一个特点 都特傻 对 比如说两个票盘最高的 中国票盘也很高 一个坦泰 泰坦尼克 泰坦尼克号 还有一个阿凡达 对 就是俗了不能再俗的一个爱情片 傻子都看得懂 傻子看懂 哎 就是因为傻子都看懂 他没有那么多文化的因素 对 一定要施加在那 所以他很容易成为全球化的产品 没错 傻子是全人类的基本共性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看来从硅谷发出的信息是 就是全人类一体化 就是说人类最本质的一些需求 一些使用习惯啊 文化特征 这个可能 如果你把它做到产品里做好了 这可能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秘诀吧 叫做全人类的共性 对 就比如乔布斯尔绝做这个手机 iPhone 他一出来以后 你不会觉得很难用 就是任何 任何一个国家人拿来 就马上就能上手 就能使用 不过吴老师 我也要听你看法 因为我看到 比如说 咱们刚才讲到 对就是科技越发达 你比如对人类隐私的 对人的这个隐私的这种侵入 其实也是讲到科技的副作用 我一看到一个 比如说对硅谷的批评 他就讲 现在越来越关注于 比如说苹果手机 或者比如说手机软件 说这些人呢 把大部分精力用在 举个比方 就是用在 怎么来检测癌症上 那他认为 其实我们的重点 应该是在 怎么来治疗癌症上 但是因为比如说 风险投资 或者这些应用 我们都 怎么能快速的 测出癌症 其实把它的意思 把方向给走偏了 我不知道这个观点 您看过没有 是这样子 那个癌症这个事啊 因为我这个观点是 那个就是Google 不是搞了一个 那个全资的子公司 做这个大数据医疗的吗 请了那个基因泰克的 原来的CEO Art Levenson 这个博士 来当这个小公司的CEO 所以他是一个这个专家 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 全世界 对癌症肌理本身的认识 在过去二十年里 没有什么改进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说这个治疗癌症这件事吧 为什么说要跟这科技 这些结合起来 他讲这么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过去 说这个 一直人类梦想着 发明一种万能药 就像林讲的 不是畅生不了 就治癌症的 就像青梅素似的 说这个药 一用 那个癌细胞 杀死人就好了 这是我们发现 后来我们实际上 到现在也没发明这种药 什么原因呢 说他这么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这个 关键是癌细胞 它是不断的变的 他说我们都知道 是正常细胞 这个复制 这是个正常细胞 复制完了 正常细胞 还是这样的 复制成这样 是癌细胞了 这个他的植入广告 这就是癌细胞了 好吧 这就是癌细胞 以后呢 我们一看这形状不对 做一种药 把它杀死 但是我们实际上 最后这个癌症 是病人是怎么死掉的呢 这个细胞一变 比如变成这个纸 这个形状了 那这个杀不死他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就像我们说 坏人做了一件坏事 他就不断的 各种各样坏事 都做下去 所以他一旦一变错了 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那么新的观点是什么 怎么跟这科技结合呢 他说是这样的 如果我有一个团队 针对某一个患者 他的那个癌细胞变了的话 我就研制一种新药来 给他进行治疗 只要我这个新药的那个变化速度 比他癌细胞变化的快 这就能够治好 这是新的一个观点 但是在过去了 这个成本要十亿美元 一个人啊 要十亿美元 这一般人也治不起 那乔布斯治不起 他又不信这个 那为什么这个 讲这个大数据这个东西 或者说科技这个 对他检测呀 什么这研究这么重要呢 他说如果我能把 比如说各种可能的这个变化 我都找着 那么我要根据好多好多人呢 比如他给了一个数据 大概差不多两百万患者 而不是不光是一种癌 就各种癌 这个数据都能找着 然后呢 他可能的变化 我要找着 那个然后这个药品怎么变化 我事先能够想好 那么当我治出可能是好多种 好多个药了 分发到这两百万个不同人身上 那么这个成本就能降到五千美元 那么用这种思路 他觉得这是可以解决这个癌症的问题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你比如说看病 你比如说你要有病 你真能信得过 跟这个一个软件机器 让他来看你的病吗 如果就是单纯从看病 就是我们如果把病例 这些化验结果给了他 计算机呢 通过读这些文件 以及看这个结果 针断的水平呢 大概能达到医生的平均数 达不到我们这三甲医院的水平 但是你在非洲这个 唯医生的这种地方 那他总比唯医生强一些 老中医气坏了 但是你看他就讲这个硅谷 我觉得这么多 唯医古怪的发明 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情怀 就是实际上你讲的 就是这个人想着 我得为世界 福祉 为人类的福祉 所以这东西 咱们听着有点大意不狼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 我经常听那个成功导师 讲什么 就是说 你们只管做 你们喜欢做的事情 那有些人说 我就喜欢睡觉 所以说后来人说不是 说的是 你应该做 你应该做的事情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